第87回征南寇丞相大兴师抗天兵蛮王出寿职 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 事无大小 皆亲自从功决断 两川之民 心乐太平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又姓连年大熟 老幼古父欧哥 繁玉插肴 争先早半 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 无不完备 弥满苍傲 才迎俘库 渐兴三年 一周飞报 蛮王梦获 大起蛮兵十万 犯境侵略 剑宁太守雍凯 乃汉朝十方侯雍齿之后 金杰连孟获造反 桑科郡太守朱包 岳规郡太守高定 二人献了城 只有永昌太守王抗 不肯反 现今雍凯 朱包 高定三人布下人马 皆与孟获为向导官 攻打永昌郡 金王抗与公曹吕凯 惠及百姓 死守此城 其事甚及 孔明乃入朝 座后主曰 陈关南蛮不服 十国家之大唤也 陈当自领大军 前去征讨后主曰 东有孙权 北有曹丕 今相复弃阵而去 躺吾 未来公 如之奈何 孔明曰 东吾方与我国讲和 料吾一心 若有一心 李延在白帝城 此人可当陆迅也 曹丕心败 锐气已丧 未能远途 且有马超 首把汉中诸处关口 不必忧也 陈又留关兴 张包等分两军为就应 保陛下万无一失 金陈先去扫荡蛮方 然后北伐 以图中原 报先帝三顾之恩 脱孤之众 后主曰 朕年幼无之 为相府斟酌行之 言未必 班部内一人出曰 不可 不可 众世之 乃南洋人也 姓王 明连 自文仪 现为建议大夫 连建曰 南方不毛之地 仗义之乡 丞相秉军横之重任 而自远征 非所已也 且雍凯等乃戒选之即 丞相只需潜一大将讨之 必然成功孔明曰 南蛮之地 离国甚远 人多不惜王话 收服甚难 无当亲取争执 可刚可柔 别有斟酌 非可容易托人 王连再三苦劝 孔明不从 时日 孔明辞了后主 令蒋满为参军 费一为掌使 董绝 樊家二人为院使 赵云 魏延为大将 总督军马 王平 张义为副将 领川将数十元 共启川兵五十万 前往一州进发 忽有关公第三子官所 入军来见孔明曰 自荆州失县 逃难在豹家庄养兵 每要赴川 见先帝报仇 创痕为何 不能起刑 尽以安全 打探的戏无仇人 已接诸禄 竟来西川建帝 恰在途中遇见蒸南之兵 特来投见孔明文之 皆亚不已 一面遣人申报朝廷 就令官所为前部先锋 一同征南 大队人马 各一队伍而行 积餐可饮 夜住小刑 所经之处 秋毫无犯 却说雍凯听之孔明 自统大军而来 即与高定 朱包商议 分兵三路 高定取中路 雍凯在左 朱包在右 三路各引兵 五六万英币 于是高定令恶患 为前部先锋 患身长九尺 面貌丑恶 是一支方天己 有万夫不当之勇 领本部兵 离了大寨 来迎蜀兵 却说孔明统大军 已到益州界分 前部先锋魏延 副将张义 王平 踩入借口 正欲恶缓军马 两阵队员 魏延出马大骂约 反贼早早受降 恶缓拍马 与魏延交锋 战不树和 严炸败走 换随后赶来 走不树离 海生大阵 张义 王平两路军杀来 崛起后路 严赴回三元将 并立俱战 生擒恶患 截到大战 入见孔明 孔明令去其父 以九十代之 问曰 辱是何人部将 换曰 某是高定部将 孔明曰 无知高定 乃忠以之事 今为雍才所获 已知如此 无今放入回去 令高太守早早归降 免遭大祸 恶患败泄而去 回见高定 说孔明之德 定义感激不已 次日雍凯致寨 礼弊 凯曰 如何得恶患回也 定曰 诸葛亮已亦放之 凯曰 此乃诸葛亮反见之计 欲令我两人不和 故失此谋也 定半信不信 心中犹豫 呼报 蜀江诺战 凯自引三万兵出营 战不数和 凯拨马便走 严率兵大进 追杀二十余里 次日雍凯又起兵来营 孔明一连三日不出 至第四日 雍凯 高定分兵两路来取赎债 却说孔明令未言两路伺候 果然雍凯 高定两路兵来 被扶兵杀伤大半 生擒者无数都解到大债来 雍凯的人囚在一边 高定的人囚在一边 却令军士谣说 但是高定的人免死 雍凯的人尽杀 众军皆闻此言 少时 孔明令取雍凯的人到帐前 问曰 如等皆是何人不从 众伟曰 高定部下人也孔明教皆免其死 于酒时赏牢 令人送出戒手 纵放回债 孔明又患高定的人问之 众皆告曰 无等时是高定部下君是孔明亦皆免其死 此以酒时 雀扬言曰 雍凯今日使人投降 要献儒主并珠包首即以为功劳 无甚不忍 如等既是高定部下君 无放如等回去 再不可被返 若再秦来 绝不倾诉众皆拜谢而去 回到本寨 入见高定 说之此事 并乃密遣人去雍凯寨中探听 却有一般放回的人 言说孔明之德 因此雍凯部君 多有归顺高定之心 虽然如此 高定心中不稳 又令一人来孔明寨中探听虚实 被俘虏君捉来见孔明 孔明故意认作雍凯的人 换入帐中问曰 如元帅既曰下线高定 珠包二人首级 因何误了日期 如这丝不惊喜 如何做得细作 君士含糊答应 孔明以九十次之 修密书以封 傅君是约 如持此书傅雍凯 教他早早下手 修得物是细作败谢而去 回见高定 承上孔明之书 说雍凯如此如此 定看书必大怒约 无以真心待之 比反欲害无 情理难容 便换恶患商议 换约 孔明乃人人 被之不详 我等谋反作恶 接雍凯之故 不如杀凯以头 孔明定约 如何下手 换约 可设一席 令人去请雍凯 彼若无一心 必坦然而来 若其不来 必有一心 我主可攻其前 某服于债后 小路后知 还可请以高定 从其言 设习请雍凯 台果一前日 放回军事之言 聚而不来 事业高定 引兵杀头雍凯债中 原来由孔明 放回免死的人 皆享高定之德 诚实驻战 雍凯军不战自乱 凯上马 望山路而走 行步二里 鼓声响触 一镖军出 乃恶幻眼 挺方天己 咒马当先 雍凯措手不及 悲欢一己 赐于马下 就消其首级 凯部下军事 皆降高定 定引两部军 来降孔明 现雍凯首级于杖下 孔明高坐于杖上 赫令左右 推转高定 斩首报来 定约 某敢乘将大恩 今将雍凯首级来降 何故斩也 孔明大笑曰 辱来诈降 赶满无耶 定曰 丞相何以之无诈降 孔明于侠中取出意间 与高定曰 朱包已使人密宪详书 说你与雍凯 结生死之交 岂肯一旦便杀此人 无故之辱乍也 定教区曰 朱包乃反见之际点 丞相切不可信 孔明曰 无意难平一面之词 辱若捉的朱包 方表真心定曰 丞相修仪 某去秦朱包来见丞相 若何 孔明曰 若如此 无疑心方兮也 高定即隐不将恶患 并本不兵 杀奔朱包迎来 笔集离寨约有十里 山后一彪君道 乃朱包也 包见高定君来 慌忙于高定答话 定大骂曰 辱如何写书 与诸葛丞相处 使反见之际害无耶 包目瞪口呆 不能回答 忽然恶患于马后转过 一几次朱包与马下 并立生而言曰 如不顺者揭露之 于是众军一起败将 定引两部军来见孔明 献朱包首级于帐下 孔明大笑曰 无故使辱杀此二贼 以表忠心 罪名高定为一周太守 总设三郡 令恶患为牙将 三路军马已平 于是永昌太守王抗 出城迎接孔明 孔明入城已毙 问曰 谁与公守此城 以保无语 抗曰 某今日得此郡无微者 接赖永昌不为人 姓吕 明凯 自祭平 揭此人之力 孔明遂请吕凯之 凯入剑 礼弊 孔明曰 久闻功乃永昌高市 多窥功保守此城 今与平瞒方 功有和高见 吕凯遂取一图 成于孔明曰 某自立世以来 知难人欲反久矣 顾密遣人入其境 查看可屯兵交战之处 划成一图 明曰平瞒指掌图 今敢献于明宫 明宫是官之 可谓征瞒之一 助也 孔明大喜 就用吕凯为行军教授 兼向导官 于是孔明提兵大进 深入难瞒之境 正行军之次 呼报天子差使命之 孔明请入中军 但见一人 素袍白衣而进 乃马素也为凶马良心王 因此挂孝 素曰 奉主上赤命 赐众军九伯 孔明接召已毕 一命一一给散 遂留马素 再账续化 孔明问曰 吴奉天子诏 薛平瞒方 久闻又长高见 望起刺教素曰 于有片言 望丞相查之 难瞒是其地远山险 不服久矣 虽今日破之 明日复叛 丞相大军道比 必然平服 但班师之日 必用北伐曹丕 瞒兵若知内须 其反必诉 夫用兵指导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心战为上 兵战为下 愿丞相但服其心 足以孔明探约 又长足之 无废辅也 于是孔明遂令马素 为参军 及统大兵前进 却说蛮王孟霍 听之孔明治破雍凯等 遂举三栋元帅商议 第一栋乃金桓三界元帅 第二栋乃董图那元帅 第三栋乃阿惠南元帅 三栋元帅入界孟霍 霍曰 今诸葛丞相 领大军来亲我境界 不得不并立敌之 如三人可分兵三路而进 如得胜者 便为栋主 于是分金桓三界取中路 董图那取左路 阿惠南取右路 各隐五万蛮兵 依令而行 却说孔明正在寨中议时 呼哨马非报 说三栋元帅分兵三路到来 孔明听必 急换赵云 为炎智 却都不吩咐 更换王平 马中智 主之曰 金蛮兵三路而来 吴玉令子龙 文长去 此二人不识地理 未敢用之 王平可往左路迎敌 马中可往右路迎敌 吴确实子龙 文长随后接应 今日整顿军马 来日平民进发 二人听令而去 又换张仪 张仪吩咐约 如二人统领异军 往中路迎敌 今日整点军马 来日与王平 马中约会而尽 吴玉令子龙 文长去取 那二人不识地理 故未敢用之张仪 张仪听令去了 赵云 未言见孔明不用 各有韵子 孔明约 无非不用如二人 但孔以忠年设险 为蛮人所算 使其锐气而赵云约 唐窝等识地理 若和 孔明约 若二人只一小心 修得妄动 二人样样而退 赵云请未言 刀自己债内商议约 无二人为先锋 却说不识地理 而不肯用 今用此后背 无等岂不修乎 言约 无二人只今就上马 亲去探之 捉住土人 便骄引尽 以敌蛮兵 大事可乘云从之 遂上马 竟取中路而来 方行不竖离 远远望见尘头大起 二人上山坡看时 果见数十骑蛮兵 纵马而来 二人两路冲出 蛮兵见了 大惊而走 赵云 未言各生仅几人 回到本寨 以九十代之 却细本起步 蛮兵告约 前面是金环三杰元帅大寨 正在山口 寨边东西两路 却通古西洞并懂不纳 阿惠南各寨之后 赵云 未言听之此话 遂点精兵古迁 叫勤来蛮兵引路 笔及起军时 已是二更天气 月明星朗 趁着月色而行 刚到金环三杰大寨之时 约有四更 蛮兵方起造范 准备天命死杀 忽然赵云 未言两路杀入 蛮兵大惯 赵云直杀入中军 正同金环三杰元帅 骄马指一合 被云一枪刺落马下 就削起首级 于军溃散 未言便分兵一半 望东路抄董图那寨来 赵云分兵一半 望西路抄阿惠南寨来 笔及杀到蛮兵大寨之时 天已平民 先说未言杀笨董图那寨来 董图那听之寨后 有军杀制 便引兵出寨拒敌 忽然寨前门一声喊起 蛮兵大乱 原来王平军马早已到了 两下加攻 蛮兵大败 董图那独路走脱 未言追赶不上 却说赵云引兵杀到阿惠南寨后之时 马中已杀至寨前 两下加攻 蛮兵大败 阿惠南乘乱走脱 各自收军回见孔明 孔明问曰 三栋蛮兵走了两栋之主 金环三杰元帅首级安在 赵云将首级献功 中阶言曰 董图那 阿惠南接弃马越岭而去 因此赶他不上孔明大孝曰 二人无以擒下了赵 为二人并诸将皆不信 少请张一杰董图那道 张一杰阿惠南道 众皆惊讶 孔明曰 无关吕凯图本 已知他个人下的债子 故以言姬子龙 文长之锐气 故叫深入重地 先破金环三杰 随即分兵左右债后超出 以王平马中应之 非子龙 文长不可当此任也 无料董图那 阿惠南必从汴境往山路而走 故遣张仪 张义以伏兵待之 令官所以兵接应 秦此二人诸将接拜服约 丞相计算 神鬼莫测 孔明另压过董图那 阿惠南至杖下 进取其父 以九十一夫赐之 令各子归动 不得助恶 二人气败 各投小路而去 孔明为诸将约 来日梦获必然亲自引兵厮杀 便可就此秦之乃换赵云 为炎制 赋予计策 各引五千兵去了 又患王平 官所同引一军 受计而去 孔明分波以弊 坐于帐上待之 却说 蛮王梦获在帐中正坐 呼哨马报来 说三栋元帅 拒被孔明捉将去了 布下之兵 各自溃散 霍大怒 遂起蛮兵以礼进发 正与王平军马 两阵队员 王平出马 红刀望之 只见门骑开处 数百南蛮骑将两师百胎 中间梦获出马 头顶欠宝紫金冠 身披鹰落红锦袍 腰剂碾玉狮子戴 脚穿鹰嘴抹绿靴 骑翼匹 卷毛赤兔马 悬两口松文香宝剑 昂然观望 回顾左右蛮将曰 仁美说诸葛亮善能用兵 金冠此阵 惊奇杂乱 队伍交错 刀枪器械 无异可能胜武者 使之前日之言谬也 早知如此 无反多时宜 谁敢去秦蜀将 以阵军威 颜未尽 亦将应声而出 名幻芒芽长 使一口截头大刀 骑一匹黄镖马 来去王平 二将交锋 战不述和 王平便走 梦获驱兵大进 以礼追赶 关锁略战右走 约退二十余礼 梦获正追杀之间 忽然喊声大起 左有张仪 右有张义 两路兵杀出 截断归路 王平 关锁赴兵杀回 前后加攻 蛮兵大败 梦获引部将死战的拖 望紧带山而逃 背后三路兵追杀将来 获正奔走之间 前面喊声大起 一镖军拦住 围首大将乃长山赵子龙也 获见了大惊 慌忙奔紧带山 小路而走 子龙冲杀一阵 蛮兵大败 生擒者无数 孟获只与数十骑 奔入山谷之中 背后追兵致尽 前面陆霞 马不能行 乃气了马蹄 爬山越岭而逃 忽然山谷中一声鼓响 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计策 引五百步军 浮于此处 孟获抵抵不住 被魏延生擒活捉了 从起接降 魏延谢孟获到大寨来见孔明 孔明早已杀牛载羊 设言在寨 却叫帐中排开七重为子手 刀枪剑挤 灿若双血 又直御刺黄金月谷 驱饼散盖 前后于宝鼓吹 左右排开御林军 副裂得十分严整 孔明端坐于帐上 只见蛮兵纷纷嚷嚷 截到无数 孔明换到帐中 进去其父 赴玉约 如等皆是好百姓 不幸被梦获所居 今受惊苦 无想如等父母 兄弟 妻子必以门而忘 若听之阵败 定然割堵牵肠 眼中流血 无今尽放如等回去 以安个人父母 兄弟 妻子之心言弃 各刺九十米粮 而浅之 蛮兵深感其恩 气败而去 孔明叫唤武士压过梦获来 不宜时 前推后拥 复至帐前 或跪与帐下 孔明曰 先帝代辱不薄 辱何敢被返 或曰 两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土地 如主以强夺之 自称为地 无事居此处 如等无礼 亲我土地 何为反焰 孔明曰 无今秦辱 辱心服否 或曰 山披陆霞 勿遭辱手 如何肯服 孔明曰 辱既不服 无放辱去 若何 或曰 辱放我回去 再整军马 共绝雌雄 若能再秦无 无方府也孔明吉令去其父 与衣服穿了 次以九十 给予安马 差人送出路 静望本寨而去 正是 扣入掌中还放取 人居话外未能降 未知再来交战若何 且看下文分解